以色列持續的轟炸加薩 不過在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 現在就很擔心 當然想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只不過現在要離開 代價不便宜 傳出現在已經喊價到 1萬美元才能夠離開 怎麼回事 原來是英國的衛報報導 他說巴勒斯坦人 現在急著想要逃離加薩 那麼支付1萬塊的美金給前客 如果你給的錢越多 當然就可以走得越快 他們會透過管道 協助你從埃及出境 只不過現在埃及 當然也很擔心了 那麼多的巴勒斯坦人 湧入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安全 所以他就管制人員 不過這樣的舉動 也協助了這些加薩的前客 來運作 他們把價格喊得更高 尤其是在衝突之後 價碼每個人至少提高 500美元以上 所以這個金額是一直往上走 那麼有人就說了 他三週前支付了9000美元 讓企業離開 沒想到到離開的那一天 他們才說你的兒子 不在名單上 如果要把它加回名單內 你就要再加錢 也有人說 他們籌了8萬5000塊的美元 才能夠帶離11名家人離開 其中還不乏很多都是小嬰兒 而現在西奈半島的情勢專家 就說了 如果你想離開加薩又很急 而且你家庭成員生病的話 就會變成前客眼中 最佳的受害者 因為現在埃及不開放邊境的話 他們認為就是掩護腐敗行為 也讓這樣子的情形 其實在加薩走廊是越來越嚴重了 而哈馬斯再度釋出了人質影片 出現的是四名年約19歲的女性 畫面中之四名以色列女性人質 年紀不過18到19歲 臉上沾著血看起來虛弱又無助 哈馬斯又再度公開人質影片 父親聽到傳來女兒的哭聲 心如刀割 I'm afraid I'm afraid No negotiations My daughter is 90 days More than 90 days under the ground No oxygen No food 光憑這段影片也很難確定 女兒被關在哪裡 要怎麼救 以色列政府說 這些哭著喊換球的影片 都是哈馬斯的心理戰 家屬實在聽不下去 台拉維夫幾乎每天都有呼籲換球的活動 而且聲量越來越大 就在此時不遠處的西安地區 還爆發大規模的警民衝突 拉扯推擠不斷 西安的巴勒斯坦人 不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訪 標語寫不歡迎 把加薩同胞慘死的賬算在美國頭上 不過布林肯這趟是專程來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其實要談的就是由誰來治理加薩 我們也談到這些努力 我們也談到關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所以它可以為加薩利益貸貸貸貸貸貸貸 但關鍵還是以色列願不願意讓巴勒斯坦重掌加薩 布林肯接著飛往巴林 揪更多的阿拉伯國家一起施壓 提尾宣傳報導 另外葉門什葉派胡塞武裝組織 最近又在鴻海發動了大規模的襲擊 我們要繼續請教假期 現在不止以哈衝突 其實在鴻海的衝突也不斷 不過現在英美聯手擊退了最大攻擊 在鴻海這個地方 其實大約有50艘的商船 受到了無人機跟火箭的襲擊 那麼他們可能是因為 是葉門的什葉派跟胡塞組織的 最大規模行動 那麼現在英美兩國 當然不能坐以待斃了 他們兩邊就驅動了驅逐艦 航空母艦加戰鬥機 擊落了21個來襲的目標 索性沒有造成任何的船隻受損 也沒有人員的傷亡 胡塞組織他們也坦言 就是他們做的 他們說這樣的舉動 當然就是為了報復美國 那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了 既然是衝著我們來 那麼美國當然會有所回應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接下來的衝突 會不會越演越烈 不過以色列最近也被南非告到了國際法院 相關討論再交給家綺 以哈衝突的一開始 西方國家是大力力挺以色列 不過隨著以哈衝突時間越拖越長 這些西方國家似乎耐心也越來越少 現在就連英國的外相卡麥隆 也認定以色列是違法了 其實我們等一下來看到 早在去年的12月 因為當時已經統計了 有2萬3千名巴勒斯坦人 在這一場以哈衝突中上升 所以早在去年的12月 南非就提出了 像海牙國際法院來說 以色列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只不過我們但已經看到的是 現在連英國的外交大臣卡麥隆 也說了 以色列目前的戰爭表現 可能被認定是違反國際法 英國自衝突以來 其實都一直對以色列表達力挺之意 那麼最近卻呼籲他要克制 避免平民傷亡 最見得其實在國際的輿論 已經有點開始變了 那麼現在重建加薩走廊 其實需要花費很大的努力 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個哈馬斯損失了 將近50%的據點 再加上以色列的行為 現在引發疑慮 要來重建加薩走廊 短時間內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的國際資訊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國際新聞 所謂傷敵1000 自損800 很符合以色列國防軍 持續攻擊加薩的狀況 因為他們摧毀哈馬斯兵工廠時 造成了6名乙軍死亡 以色列國防軍 還在擴大對南部城市 甘尤尼斯的作戰行動 不止南部 以色列近期還在中部 破獲哈馬斯兵工廠 只是相關的行動 也伴隨傷亡代價 當時有乙軍坦克不慎 炸斷電線桿 連鎖反應提前引爆炸藥 並導致6名以色列士兵當場殘死 但更慘的還是加薩老百姓 幹尤尼斯居民痛批 以軍根本不放棄地表任何角落 周二南部拉法又有五層樓民宅被轟 死者中包含婦女和小孩 當地其實還有大量從北部逃離的難民 他們天天排隊好幾小時 只為了領取勉強能溫飽的食物吃 年僅八歲的家三男童 和全家人沒有離失所 她和兄弟姐妹柯南坐在路邊 小小年紀的她們已經歷太多苦難 社會組織再次表達對加薩醫療情況的擔憂 因為有越來越多醫療人員 自顧不暇也選擇逃離 對加薩民眾來說 生存本身就是一場戰鬥 村外的物資卡車 還是每每遭到半路攔車 而另一個位在邊界的克瑞殺戮關卡 則是出現人質家屬集結擋路 痛批人道上有所不公 因為提供了物資 卻還是救不回被綁走的親人 人質救援沒進度 以色列還忙著在西岸反恐 卻有一次次被拍到涉嫌濫殺 以哈開戰以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自度防疫 也忍不住說出這段重話 警告平民的死傷還是太高 美國現在其實也擔憂正常有往外擴大的可能 美國海軍週二又擊落 夜門叛軍對鴻海商船發射的24架無人機和飛彈 這也是以哈衝突以來 夜門叛軍在當地發起的最大規模攻擊 別行文 綜合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